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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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機前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歡迎你們來觀賞雅各會科室的節目 我是楊麗仙 雅各科技的總經理 每一次禮拜三的晚上八點 我們都跟你分享一些好朋友們 他們人生中的精彩片段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這位建宗 彭建宗 彭先生 他本身是一個專業的電機技師 當我知道他的故事的時候 真的也讓我回想起 我大概在四五年前 連續兩三年的時間裡面 好短的間段 我就失去了我最親愛的母親 我的父親 還有我的先生 所以當我聽到明白彭先生的故事的時候 就讓我想到 哇 人生的身繞病死 就像我們所經歷的春夏秋冬的季節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當然每個人都會經歷他 傷痛中所帶來的痛苦跟辛苦 可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了這位 彭建宗先生 他這個生老病死的節奏 他的人生的裡面 這種生老病死的故事 產生在他的生命當中的頻率跟節奏 實在是讓人很難承擔 我希望各位朋友 無論你自己有這樣的經驗 還是正好在這樣的經驗當中 我邀請你們 大家一起來聽他的故事 看這樣子的 生老病死的節奏當中 他如何的經歷 他如何的 在他的生命當中 從困難當中 去發展出 在他的人生中的喜熱的 幸福的一面 接下來我要把時間 來請宋文山 宋理事長 高雄萬華協會理事長 來訪問他 也邀請雅各軍辦團 來跟我們分享美好的詩歌 請 relyinglove 誰撥出黑暗 滅顏的權勢 誰愛的膽ories 誰愛的膽囂 圓勝過一切 榮耀的君王 往往指望耶穌 谁在神来 只懂这世界 谁能赞叹 把奇妙作为 荣耀的君王 往往指望耶稣 这是奇妙恩典 你不失败的爱 你竟会代替我 为我承担释迦 剩下你的生命 释放我的自由 耶稣我宣扬 你所做的一切 谁把我混乱 带回到秩序 谁是这世儿 成为生儿女 荣耀的君王 往往指望耶稣 你成立共义 你将关联国 在一切世上 如明光照耀 荣耀的君王 往往指望耶稣 这是奇妙恩典 你不失败的爱 你竟会代替我 为我承担释迦 你不失败的爱 卖下你的生命 释放我的自由 jakirap ely Jesus water 我们宣扬 你所做的一切 或ylõ 噶一声 本节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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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奇妙文殿 弥补失败的爱 你竟会代替我 为我拯戴世家 射下你的生命 是帮我的自由 耶稣我宣扬 你所做的一切 谢谢金拜团带给我们这一首奇妙的诗歌 这是奇妙的恩典 很多事情我们回过头来看 会说这是神奇妙的恩典 不过在当时其实是很难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们听建宗弟兄的故事以前 还是邀请我们的建宗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让大家了解你的成长背景 好 谢谢杨姐 文殿兄 平安 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姓彭 明建宗 我先分享一下我原生家庭 我的父亲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一个军人 他是一个空降部队的赏兵 算是特种部队的赏兵 然后我的母亲是屏东 中林长老教会的一个姐妹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的部队正好在教会的旁边 所以认识了我的妈妈 然后因此结婚 我跟我的姐姐是出生在屏东 之后因为分发房子的时候就 就来到了大辽眷村 所以我的妹妹 两个妹妹 是在大辽眷村就出生了 这是我原生家庭 然后我自己的家庭是 所以我是家里的独子 我的名字叫建宗 其实我小时候的愿望 就好想成为是一个军人跟父亲一样 建设国家终于领袖 是 建设国家终于领袖 可是因为妈妈的关系跟姐姐的关系 妈妈是一个在精神疾病上面的一个患者 然后姐姐是从小就是 内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是 八九岁生病 所以我是家里的独子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当军人 这是 所以我的父亲希望我 能够快快地船中接待 所以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在马祖 我认识了我的太太 我们算是比友 我们通信她家住桃园 龟山 也是一个郡村的孩子 背景很像 所以我们通信了四年 我们就结婚了 我二十五岁结婚 所以就生了三个孩子 这是我结婚之后的一个家庭 是 刚才有提到说 妈妈的精神上有一些状况 好像是跟爸的任务有一些关系 是 小时候因为妈妈的一个精神状况 让我们非常的苦恼 然后稍微长大之后 我们才晓得说 其实妈妈的忧郁症 是一个环境所造成 因为父亲是一个空降部队的散兵 有一次在一个演习当中 从中央山脉跳伞下来 在一个礼拜要出那个北大五的山去 结果没有出来 迷路了 部队有一个同袍跟家里 他正好没有参加那一次的散训 他就到我外婆家 跟我妈妈好像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 其实我妈妈担心我父亲的一个安危 他就说 这次跳伞 在山上好像死了好多人 可能回来的机会不大 他认为是一句玩笑话 可是在妈妈听来 这晴天霹雳 当场就精神就崩溃了 就不能够自主 所以我舅舅就把他送到 那个 医院去 是 所以你小时候这样子 因为妈妈精神上的状况 虽然他也是算是在教会里面 对 那这样子对你们 接触这个信仰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们家四个孩子 在小时候的过程当中 蛮排斥也蛮埋怨的 可是小时候 妈妈还是会带我们去主日学 然后过中的时候 也有去短暂的一些清晨团契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他带不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相对的也就没有再去教会 是 所以就是照自己想要走的路 这样子走 那建宗刚刚有提到说 您24 5岁 25岁结婚 25岁 对 然后有三个孩子 是 那其实妈妈的这个状况 太太嫁到这个家庭 应该也有一些压力 我们相处起来的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 是 婆媳之间冲突蛮大的 其实 能够结婚也是 但是 我也不算骗我没有实际的告诉他妈妈的一个情况 不过 这真的是蛮辛苦的 然后 然后 就是结婚不到一年 太太就吵着搬出来 所以我们就自己也在外面 组织一个家庭 这时候我们搬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给家里 给爸爸妈妈带来的压力很大 爸爸好像失去了盼望 好像也有点埋怨我 然后妈妈也 也就是 病情也就加重了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很依靠你就是了 是 不过太太这边也是 给你一些些压力嘛 所以后来你就是选择这样搬出来 是 是 那状况有改善吗 后来互动上面 其实 我们久久回去一次 一个礼拜回去一次 状况都还很好 是 然后爸爸知道我们住在哪里 有时候 还不放心我们 有时候会 还会买米 买一些洗衣粉 到我们家里来探望我们 然后 不敢让妈妈知道我们住在哪里 因为 也 因为我们住到凤山 也距离一点远 也怕他的安慰 也怕他妈妈自行跑出来 所以就找到一个相处的模式 对 就你自己这个家庭 夫妻两个 然后三个孩子 是 所以听起来也找到一个不错的模式 那时候你也觉得 心里比较安定了 有自己的家 不过好像在结婚的十年 就是突然发现 太太身体出了一点状况 是 其实我跟太太搬出来 真的是很努力 我们一起 努力 我们也买了房子 是 也买了车子 然后也搬到学校的附近 然后在第十年 在86年 11月17号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生病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 他就常常有点 肚子不舒服 拉肚子 我们又到残根去看病 其实那时候 是我第三个儿子 老三 才出生 一岁 一岁 对 他是86年 11月7号买一岁 然后过了十天 他妈妈就住到医院去了 所以很快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就医的过程 也将近 也好几个月 可是始终 找不到那个问题的点 然后 因为 我是在学校上班 我们学校有 有一个 医院在东港 东港医院 是 所以那时候 创办人就说 就到医院去 给哪个医生 看一看 检查看看 是 所以我下了班之后 我就带着太太就去 就那天晚上 超音波一照 那医生就帮我拉到旁边去 他跟我讲说 你的太太 可能现在 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 她说 我这样照起来 她是肝肿瘤 已经黑了三块 很严重 她说 看这个情况 只剩下三个月 我那时候好生气 可是我气在心里 嗯 我说 这个医生怎么一下子就 就断定 我太太的身世 你会不会觉得受不定是误诊 或是什么 对 我说 我就很 很不亮点 可是我 我真的是 气在心里 我眼泪也是流在心里 嗯 我 没有 然后她说 然后她跟我讲说 我只能够看到这里 因为 可是 后来她跟我讲说 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 三十多岁 三十四多岁 不太可能 肝癌 是 一般肝癌是都是男孩子 嗯 比较劳累 或是喝酒才能 她说 看起来不是 应该是 别一种 别一种疾病 转移到肝 她说 还是建议我们才回去 是 回去长庚来看 所以后来是回到长庚来看 是 才找到说 哦 原来是 我太太的那个 病 她是 大肠息肉症候群的一个患者 她整个大肠 长满了喜肉 医生这样子 因为没有办法完全的照清楚 她说 其实这样一照已经一百多颗 然后好几颗堵住的地方 她已经进不去 表示说 那个肿瘤已经很大了 是 已经塞住人的整个 肠 肠壁了 是 是 病情非常的重就是了 是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在长庚做治疗嘛 是 是 但是治疗的结果 好像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切除 就临时就做个长召口 就做这样子 变成是 粪便就从肚子的长召口来出来 所以我就 在医院 就护士也帮 叫我帮忙怎么样 清洗各方面换 然后 感谢主 那时候 那时候也就是 陶渊的 我丈母娘也赶下来 帮忙短暂的照顾孩子 所以那时候 蛮辛苦的 我一个人自己在 医院陪伴我的太太 然后 我的小姑 就是我的妹妹 就 帮助孩子送上下雪 是 最小的 那个孩子就 还是给我妈妈照顾 然后 这么两个来的时候 就是互相帮忙照顾 家人一起帮忙 不过在人遇到比较困难 绝望的时候 还是会想起 能不能找个更高的力量 所以 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妹妹还是其他的家人 就邀请教会的朋友来帮忙 在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 虽然说 小时候去过教会 我自己也会 跟神来祷告 可是 还是不晓得怎么祷告 教会就带着 妹妹就带着教会的姐妹 小组长 还有传道人 然后来到教会帮我们祷告 其实那时候 我们真是感到 心中有好大的安慰 每次祷告 我的 我跟我太太就掉眼泪 觉得 绝对 有说不上来的平安 可是 那个平安好苦 因为太太生病 那个苦 跟太太她自己的病情的 那个疼痛的那个苦 是 是只有我们知道的 可是 可是 那个祷告的平安 也是只有我们能够体会 所以在这当中 觉得 蛮温暖的 谢谢 当时 陪伴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 是 他们就是来 探访你们 然后安慰 然后也祷告 那 其实心里虽然有平安 但是 看得出来他身体还是越来越衰弱 是 是 因为 没有办法开刀 没有办法把那个癌细胞 那个肿瘤拿掉 只能够暂时的切了一个罩口 所以 还能够 稍微出院 因为太太也想说 因为妈妈来了 就想说 出院 是 回到家里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一段的时间来陪伴 是 是 不过在这个 教会的这些姐妹小组长 探访的过程里面 好像你们心里有感动 后来就受洗了 是两个人都受洗吗 还是 怎么样呢 回到 出院回到家里的时候 当然 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丈母娘也来到 来到家里 然后 结果太太就想说 既然 她也蛮孝顺 她说妈妈来了 不然我们就 一起送她回桃园去 是 可是我知道 那个过程 回桃园 要再回来 很困难 是 所以 那时候妹妹就请教会的牧师 就晚上 就到家里来 为她来收洗 是 我们也愿意 然后 那个 丈母娘也 她是不同宗教信仰的 她也是好 所以那天牧师就来收洗 我在跟牧师说 那 那 我也一起收洗 是 我觉得那牧师那时候 她没有答应 那个 牧师很聪明 我觉得她说 她跟我讲说 你的时间哪不够 您 您太太 我先 先收洗 所以她先拒绝你 她先拒绝 我觉得 事后想起来 我觉得 是 我经不起那样的考验 如果那天晚上一起跟着受洗的话 我接下来 就要面临到我太太过世 我相信 对这个受洗 对我没有很大的帮助 是 是 那这一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回这一趟桃园嘛 是 好像在这个 这个桃园的一些事情里面 也让你对这个基督的信仰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算是冲击 是 是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就开车车 带着我太太回到桃园去 因为 在我们俩这边是不同的宗教信仰 其实也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 可是她的二姐跟二姐夫 他们好像到了中立 有一家 有一个很大的庙 那叫五辅千岁 是 他就希望说 我没有去问问看 问世就对了 那时候我没有去过 那时候那 其实我当时 没有办法拒绝 因为 回到我太太的原生家庭去 是 等于说 好好的女儿嫁给我 好像现在生病了 我 我 其实我内心有很大的亏欠 然后我说好 那就去 是 去了之后 其实 我 小时候 虽然说 妈妈是基督徒 我 没有 常去教会 可是 我也没有去过任何的庙宇去拜过拜 然后 我到那边去 我相对的我也没有拜拜 然后就他们去弄完以后 结果就 那天 我觉得 那是 我 应该是行动生意很好 好多人来求问 然后轮到我们的时候 那激动 然后我想说 我以为是我丈母娘会去 或是她的二姐会去 结果没有 我丈母娘说叫我去 因为我是好像是当事人 我就去 结果那激动就 就跟我发脾气 她说 她说 你就把你母娘洗 就想洗脸了 你来找我做什么 她也知道 你没有告诉她 居然都知道 是 我一上去她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有点 有点震住了 我说 因为我 我希望她好 然后她说 你以前日来 到现在 你还要拜过我 她说 我说 她跟我吵架 我就说 我很客气 我说因为我不认识你 我不晓得怎么拜你 我如果认识你 我才能够真心诚意地拜你 是 她说你不用知识这么高 你本来就是最低竟 你本来 哇 那句话 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样子 我还没有受尽 原来是一个 是一个 鸡筒 跟我讲说 你就是上帝 今天你找我要做什么 你根本就 我那时候就重新地思考我的人生 我怎么会走到这个田地 我那时候当然 我的信仰 我的属灵 身边没有人 我不想怎么去想说 我怎么会跑来问她 可是我那时候真是无奈 不过 这个也典型了我在信仰当中 更加的有个信心的追求 是 不过太太好像最后还是就是历世了 是 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在 神把她接走的这样的过程里面 你们一起经历信仰带给你们的一些帮助 其实这一路 一路我在回想过来的时候 后来 太太太 回来 其实晚上她就肚子痛 然后因为已经到桃园去 所以没有办法 连夜我没有送往林口长庚 感谢神那时候 高雄武昌教会的牧师也透过不晓什么关系 到好像到林口来长庚 那个地方 我知道我那时候在医院很无助 那时候没有弟兄姐妹来 不过有来了一个香港牧师跟师母 她说是高雄武昌教会的牧者 叫她来 她来探望的时候 那时候我丈母娘跟我舅舅 我的小 她不好用了 我就拉着她到外面去来祷告 一直到 那一次出去 差不多五天 我太太就过世了 因为天天晚上她来的时候 我就说 不好意思也不方便 那我们就去外面祷告 后来到87年1月2号的早晨 那时候 我太太过世了 神不小心感动了牧师 牧师也敢来了 正好我要把太太怡林 回高雄的时候 她也敢来 也敢为我们祷告 我觉得神在每个时间点 都带给我很大的安慰 是 我想我们常常会希望 事情照着我们的意思走 我们希望生病的家人得到医治 不过上帝似乎在导演一些戏的时候 他有他不同的看法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想见证在刚刚的一些分享里面 其实虽然神没有选择医治太太 但是他选择让牧师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来帮助你安慰你 也让太太经历 好像在生病里面被安慰的那种感受 是 是我想在访问的最后 我想要邀请建宗 我想我们现在的人很多 生病癌症的人实在非常的多 在陪伴的过程里面 其实您刚才提到在北部的时候 其实是很无助的 对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经文 或是什么样的话语 是你在这些困难的里面 省给你 让你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来告诉我们的 荧幕前的这些观众朋友 其实我在最无助的时候 在太太即将要断气的时候 我有问他 我说我们已经回到桃园了 好像 我希望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是 要来办你的事情 你希望在桃园 跟着你的妈妈一样 我们就在这边办你的告别式 还是你要跟我回高雄 我们找教会来办最四礼拜 他说你帮我带回去 我觉得人生 有很多的难处 其实我经历过这边的时候 后来我回到教会 也帮助跟很多的牧者学习 在关怀一些安宁病房 甚至癌末的一些家属的时候 就是 有一句圣经常常鼓励着我 就是四篇四六篇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当中 随时的帮助 神是我们的依靠 我想这个陪伴 神会知道你所需要的 你现在所面临的难处患难 他一定会采拜天使 在你的生命当中扶持你 陪你走过这一招 佛盼望我 之后 现在跟我的太太 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服事 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陪伴这些需要陪伴的伤心人 谢谢建宗接受我们的访问 流过泪伤心的人才能知道 什么是伤心的感觉 神安慰伤心的人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当然建宗的故事没有停留在这边 我们下期还会再访问 神又如何 又在你的生命的过程里面 又一个新的故事的发展 那非常谢谢建宗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把时间交给杨姐 我们听到彭建宗先生的故事 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惊讶 当他无助的时候他去找基同 基同告诉他 你是上帝信耶稣的人 你来找我干什么 然后他就知道 在后来发展的 他太太面对的困难的时候 他也经历了 上帝也开判一些牧者 对他们的陪伴 直到他的太太结束生命 他刚才说 因为他们自己经历的那些伤心的故事 所以他跟他现在的太太 也一直想要去帮助 陪伴 有需要的人 当然他也要让他们知道 爱他们的上帝也会派天使来帮助他们 各位朋友 我希望你今天知道了今天彭建宗先生的故事 在下个礼拜三晚上八点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就是有这些伤心人的话 请邀请他们一起来看我们的故事 尤其在下个礼拜 他不仅要跟大家分享上帝怎么样陪伴他们 他要跟大家分享 往后的岁月上帝怎么样祝福他们 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三晚上八点 请来观赏雅各会客室的节目 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建宗 谢谢杨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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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